成长irolog 该出发了 旅行者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嗯 我听说了 你们和南十字船队的大姐头约好了 会带你们前往到期室吧 确实已经过去蛮久了 我这边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报 可找到你了 你就是大姐头看好的那个旅行者吧 是吗 可真是荣幸 我们船队的补给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到了清点人头的环节了 大姐都派我来找你 说等你一到就开船 北斗果然是个很守约的人呢 那是当然 大姐头身上让人死心塌地的地方可多得是 等出了行你们就慢慢体会吧 二位这就准备离开了吗 还是要恭喜你们呢 不论前路是星辰还是深渊 能向前迈出下一步 都是值得庆贺的事 那我们就再见吧 祝你们一路顺风 是 有些舍不得 毕竟我们几乎天天都会见面呢 既然如此 到了道七就快点找到我 我会在明神岛等着你们的 果然道七也有一个凯瑟玲小姐吗 那就不要这么郑重其事的告别了 跟李悦好好道个别吧 船还停在孤雲阁附近 既然通知到了你们 我就先回去了 辛苦你跑一大了 没事 咱们船上见 咱们船上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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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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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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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些绝境中的商人的呼声呢 冯丹 冯丹啊 我的故乡 我好想念你啊 居然有这样的事 根本不给人活路嘛 你怎么看 何会长他们试过了吧 而且我们其实也是外乡人 嗯 甚至可能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还有 那个商人嘛 即使我以前和他有过来往 不过后来他和我们断绝了联系 他的货源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嗯 这么看确实很不合理 要怎么找到他呢 我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掏出什么情报吧 哦 这可是个好主意 你们作为商会之外的人 又是新上岛的外国人 他应该会放松些警惕 我记得要找他的话 就到居民区海边的树下看看吧 那是平时 我们和他接头的地点 知道了 交给我们吧 顺着风的方向 哎 没见过的面孔 新来的吗 所以说啊 找我是想做什么 去去去 懂不懂规矩 把货源的路子都告诉你了 我的买卖还做不做了 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懂不懂 这人态度好差 你买不买就问价格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九丽须那帮人叫你来说情的 嘿 这可由不得他们 价钱我分文不少 怎么这样 哎 走吧 走吧 跟九丽须他们说 能从我这买到货 就该好好感谢我了 没有我 他们连钗都交不了 怎么办 和他根本讲不通 嗯 也是 我们再去找他一次吧 嗯 这么快就回来了 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嗯 有点小困难 哦 但说无妨 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你们一来就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解决问题 确实有点苛刻了 那个家伙 我有了解过 之前是个在沙滩上捡贝壳谋生的可怜家伙 但最近不知怎么 似乎突然发迹 过许是离开万国商会之后找到什么靠山了吧 哎 他以前也是万国商会的会员吗 也就是说 他其实也是外国人了 你注意过他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吗 没错 维尔纳出生在蒙德 后来在黎月和稻妻之间经商 做海运生意 锁国之后 他便成为了滞留离岛的异乡人之一 原来是这样 原本万国商会待他不薄 但后来受到各种法令的影响 商会成员人人自身难保 所以他退出了商会 做了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倒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 我相信 不会有完全不念旧情的人 也不会有永远都冷漠和残酷的人 哎 这样就够了吗 看来 你找到那个真正的切入点了 应该出发了 该出发了 唉呀 你们又来干嘛 我虽然闲得很 但也不准备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你在说些什么 蒙德 你在说蒙德 这是你居然待在身上 我已经记不清上次见到这东西 是什么时候了 令人怀念蒙德成的气息 故乡 好想回去啊 自由自在的城邦 有效果了 你们打的这是什么感情牌 我差点上了你们的当 这是又想做什么 让你闭上就闭上了 你是说 海浪的声音 碧月港 我的眼前 这海浪声 这吆喝声 比月港的样子浮现了 是萧灯 是海灯节 我好像看到 萧灯升起来了 该说是想象力丰富呢 还是太怀念黎月港了呢 哎 梨月呀 梨月 这不是 够了够了 别再让我回忆了 我的内心已经 你是说 万国商会的那些人吗 的确 和我一样 都是些背井离乡的人 我在晚上 时尚会偷偷来海边 听听浪的声音 就当作是从家乡传来的声音了 而这种时候 我不止一次地偶遇过商会的那些人 但我只能遮起脸来 偷偷离开 哎 我又何尝不想和他们开怀聊一场 还解着长久以来的苦闷呢 那你又是为何 他们太坚强了 一群原本无依无靠的人 团结在一起 想办法生存 可我 我不敢 给我一点点承诺 一点点好处 我就 我就愿意为了那些家伙 做任何事 我丢尽了我家乡的脸面 好吧 我愿意说 我也受够这种内心的折磨了 要开口了吗 可是我背叛了他们 实在没有脸面 你果然胆子很小啊 多错了事就好好赎罪啊 所以快说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负责收税的族卿 庆祠郎他们搞的鬼 他们告知商人们的税率 本身就是抬高过后的 而多出来的那部分 替代税金的金化骨髓 就囤积起来 等到商人们无处搜罗 再叫我去高价 卖回给那些商人 真是好阴险的手段呀 无本万利嘛 虽然我做了他们的傀儡 但其实分给我的部分 完全是九牛一毛 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程度而已 证据 证据 也是 如果没有决定性证据 他是不会承认的 说起来 每次我卖了货找他交差 他都会在那之后去一个地方 我怀疑很久了 前面我刚刚和他搭完线不久 不如 我带你们去看看 他到底要往哪儿去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去呀 该出发了 是他 青色狼 我们跟上 爱情和自由 我该怎么选择呢 哟哟 梁子 生意还好 托您的福 有空多来坐坐 好好好 正巧最近赚了不少 是吗 您收拾辛苦了 嗯 要不要提前关门呀 管政也没人了美 太近了 太近了 这样会被发现的吧 您家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们还是快点跟 好像有什么声音 嘘 小声 不要被他发现了 是我听错了吗 糟糕 耽误了太长时间 得快一点了 您家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 那家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 那家会离我们 越来越远了 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 那家会排 哪里去了 他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刚才那是他买了什么东西在那边吗 我们去看看吧 要是再小心点就好了 这是账本 好遗憾呀 我还以为他把摩拉也都藏这里了 让我看看吧 这里面是 没错 就是这个 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笔都是他的罪证 既然拿到证据了 就先去告诉九丽旭会长这个好消息吧 哦 那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我先回去了 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要见会长的话 我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好意思 维尔纳真是个别别扭扭的人呀 该出发了 该出发了 法令就是法令 规矩就是规矩 规矩就是规矩 该交的货分文不能少 哪有这么多借口 你是谁 你是谁 商会的新人吗 你的账本我们已经拿到了 还有你私藏货物 转卖赚钱的事 我们就是来公之于众的 什么 原来是这样吗 我们原来被你算起了 这个 这是税的事 我我 能把账本给我看一下吗 这账目和商会之前的每一笔税金 都对得上 果然没错 庆祠郎先生 想必这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这件事我们该怎么解决 哼 别 别真的以为这就抓到我的把柄了 我不过是谋求点小力而已 我听说奉行武士都很看重生育和名望 哪怕奉行武的人不会怪罪你 传出去的话 我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了 你是在威胁我 没有没有 只是认为像您这样的君子 落下任何污点都实在太可惜了 那 那就当你说的有道理吧 你想怎么处理 阁下手上还应该有一批精化骨髓吧 就让那些货来抵掉最近一段时间的税收 给我们这些小商贩一些喘息的时间吧 这样就可以了吗 哼 那些货也算我辛辛苦苦搬运过 还费尽心思藏起来的 好吧好吧给你们个面子 我就当白送你们了 真是好好的脸皮 怎么能就这样算了 我的店铺已经关门好多天了 全靠朋友结计 这些损失就不管了吗 喂 哈利森 这样已经很好了 别再说了 我真是受够你们的欺负了 这件事可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哈利森 谁在这里大喊大叫 是想抗拒法令还是如何 您来了 圣家祖头 这里刚才在吵些什么 只是税金上的一点小事 我照顾他们 他们还不领情 那哪里算照顾 这种装饱私囊的行为 我一定要让圣洁大人知道这件事 居然敢直呼 刊定奉行大人的名字 哼 外来人果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把这些商人都带走 有事到凤行府再谈 糟了 这样下去的话 诶 各位各位 怎么搞得这么严肃 有事可以一起喝点酒 商量商量 都会过去的嘛 你又是谁 谁要跟你喝酒 他可是这一带的低头蛇 这是我的名体 哦 居然是射凤行的人 这里是堪定凤行的地盘 射凤行的权能 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无权插手离岛的事宜 的确如此 不过 还请各位能给我家小姐一个面子 二位不希望 乘给将军的上奏公文中 出现你们的名字吧 那擅自是 白鹿公主 不 啊 无须劳烦你家小姐 我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算了 这生家祖头 可是 是 该出发了 真的没有了 这样下去 我们卖货只会亏钱 只能等着饿死了呀 法令就是法令 规矩就是规矩 啊 该交的货分文不能少 哪有这么多借口 啊 你是谁 商会的新人吗 你的账本我们已经拿到了 还有你私藏货物 转卖赚钱的事 我们就是来公之于众的 什么 原来是这样吗 我们原来被你算起了 哎 这个 睡的事 我 能把账本给我看一下吗 这账目和商会之前的每一笔税金 都对得上 果然没错 清四郎先生 想必这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这件事 我们该怎么解决 哼 别 别真的以为这就抓到我的把柄了 我不过是谋求点小力而已 我听说奉行武士都很看重生育和名望 哪怕奉行武的人不会怪罪你 传出去的话 我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了 你是在威胁我 没有没有 只是认为像您这样的君子 落下任何污点都实在太可惜了 那 那就当你说的有道理吧 你想怎么处理 阁下手上还应该有一批精化骨髓吧 就让那些货来抵掉最近一段时间的税收 给我们这些小商贩一些喘息的时间吧 这样就可以了吗 哼 那些货也算我辛辛苦苦搬运过 还费尽心思藏起来的 好吧好吧给你们个面子 我就当白送你们了 真是好厚的脸皮 怎么能就这样算了 我的店铺已经关门好多天了 全靠朋友结计 这些损失就不管了吗 喂 哈利森 这样已经很好了 别再说了 我真是受够你们的欺负了 这件事可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哈利森 谁在这里大喊大叫 是想抗拒法令还是如何 您来了 圣家祖头 这里刚才在吵些什么 只是税金上的一点小事 我照顾他们 他们还不领情 那哪里算照顾 这种装饱私囊的行为 我一定要让深洁大人知道这件事 哦 居然敢直呼 勘定凤行大人的名字 哼 外来人果真是一点归属都没有 把这些商人都带走 有事 到凤行府再谈 糟了 这样下去的话 诶 各位各位 怎么搞得这么严肃 有事可以一起喝点酒 商量商量 都会过去的嘛 你又是谁 谁要跟你喝酒 他可是这一带的低头蛇 这是我的名帖 哦 居然是射凤行的人 嘘 哼 这里是堪定凤行的地盘 射凤行的权能 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无权插手离岛的事宜 的确如此 不过 还请各位能给我家小姐一个面子 二位不希望呈给将军的上奏公文中 出现你们的名字吧 那擅自是 白鹿公主 啊 无需劳烦你家小姐 我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算了 上家祖头 可是 走 改天一起吃个饭吧 二位兄弟 我请客 千万别客气 不理我吗 又不得不做了败坏好人员的事啊 唉 真是多谢托马先生 不过 是我们害得你和堪定凤行的人起了冲突 唉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这点代价不过小意思而已 要谢 还是先谢谢这位旅行者吧 是他抓住了扭转事态的契机 今后 想必那些族卿至少会收敛一些了 拓马 你刚才究竟 噓 人多耳杂 我们换个地方聊 齐人太甚 齐人太甚 真是多谢你们了 唉 能换得一些喘息时间也好 这堪定凤行果然迂腐的要死 要烂到骨子里了吧 唉 好了好了 进入坦诚相见的环节 你们想问什么 哈哈哈 果然是开门见山嘛 是时候重新介绍一下自己了 我归属于明神岛射凤行神里家 是白鹿公主的近仆 真是的 你居然把真正的身份瞒着我们 所以射凤行也是三凤行之一吗 没错 射凤行的神里家 目前是掌管祭祀活动 与人文艺术之类的家系 很多具体的职责连我也不甚寥寥 而我只是有幸被神里家收留 负责照顾有着白鹿公主美玉的神里家大小姐 神里灵华 白鹿公主 从之前那两个人的反应来看 似乎是在盗妻很有名的名人呢 那是自然 端庄得体又心地善良的神里大小姐 一直备受盗妻民众的爱戴 冥王甚至要盖过当代家主 也就是他的哥哥 神里灵人 毕竟神里小姐就连对我这样的家仆 都一直以平等的友人身份相待 这就是温柔之人会被温柔以待的表现吧 问到重点了 说实话 如果可能的话 我也不想欺瞒你们什么 要知道地头蛇这种身份 可是伪装不了的 我可是真正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把整座岛上的人都混熟了 又结交了北斗大姐头 一个月不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吗 稍微有点天赋罢了 而且这可都是为了第一时间与你们接洽呀 即便有锁国令 你们在蒙德和黎月的种种事迹 也已经传到了很多盗妻人的耳朵里 而沈里小姐听闻你们有意来到到期之后 便一直期待着你们的到来 同时也期待着 你们是否如传闻中一样 拥有着改变时局的能力 改变时局 对于刚才的考验 尽管最后出了些小插曲 但终归你们还是抓住了扭转事态的契机 巧妙地周旋于势力之间 利用人心的破绽 正如小姐所期待的那样 如此一来 有你们助力的话 眼兽令也就 啊 意料之外的展开 是情报上出了问题吗 嗯 嗯 没错 我很理解 而且我也答应过会为你提供门路 诶 托马接受的好干脆 嗯 反正我在里岛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不如 就暂时分别吧 哦 对了 这封邀请函给你 等你们来到明神岛 可以按这个上面写的 到没落茶室来找我 再见 祝你们一切顺利 嗯 托马其实是个还不错的家伙 是吧 我们也该继续前进了 啊 你的意思是 啊 是 我怎么忘了这一点 难道托马也把这件事忘了吗 嗯 好生气 我说他怎么走得那么干脆 等我们出了里岛 一定要去木楼茶室找他算账 嗯 总之我们还是先试试看吧 到处里岛的关口那里 等一下 请出示通行凭证 抱歉 我们有急事要去明神岛 为时有通行凭证的话就请回吧 这是规矩 嗯 果然嘛 旅行者 快想想办法 现在要怎么办才能出去啊 你是说 直接去见看定凤行本人吗 尽管对他手下的人很有意见 但好像也只能试试看了 万一他很崇拜我们呢 嘿嘿 请 站住 这里是看定凤行所 先杂人的不得入内 我们要见 要见那个看定凤行 看定凤行大人平时不接见外国人 快回去 不然我们就 诶 等等 等一下 哦 凤行大人 这两位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别再用那老一套了 诶 来来 有事就请进来说 哼 听到了吗 非 非常抱歉 该出发了 是 是 我是终慎介 堪定凤行钟家的家主 很荣幸见到二位 很高兴见到你 是 我们这次来找你 是想 不急不急 好不容易见到文明侠耳的两位旅者 何必这么匆忙谈正事呢 喂 嘿嘿 我们果然还有名气嘛 当然 能挫败封魔龙 镇压漩涡之魔神的凡人 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呢 确实 确实 这点说得对 嗯嗯 还有 在黎月港破坏愚人中的计划 在决斗中战胜他们的执行官的事 也是真的 哇 连这你都知道 当然是真的啦 啊 果然嘛 怎么了嘛 哈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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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朽由衷敬佩二位 能有二位光临离岛 也是本岛的荣幸 早就听闻二位的热信场 不知可否能屈尊 为我们堪定奉行办些小事呢 尽管说吧 客气了客气了 对吧 哈哈 那便好 哦 这样的话 青心 你知道吧 那种经常长在黎月山顶上的植物 知道 我们摘过 难道还要我们回一趟黎月吗 就帮我摘三百株新鲜的青心来吧 要刚摘的 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啊 有点麻烦是吗 嗯 这样啊 那不如 岛上有些信件需要判送 不知能否帮忙呢 这还差不多 一共七百零九封 喂 怎么回事呀 而且这种事真的需要我们来吗 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 岛上确实有些人手不足 理由也好俗套 怎么办 旅行者 我们真的要帮忙吗 啊 不愧是阁下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要考虑完成这种委托吗 条件也太奇怪了 之前说的事情两位已经办完了吗 办完之后再来向我汇报吧 嗯 嗯 对 啊 嗯 嗯 嗯 该出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请留步 诶 我们怎么了吗 我们家小姐有封信要交给您 请一定要看一下 信 让我看看 是说 要你晚上偷偷去找他 刚才你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 还是晚上问问他看吧 我看见到这种美丽的景色 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吧 王板自然 你们终于来了吗 我 我叫钟千里 算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请多关照 哇 真的是钟家的大小姐 不用不用这么客气 我早就很仰慕您的事迹 终于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嗯 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奇怪 这次偷偷见面 主要是在想 如果错过了机会 是不是就再也没办法和你讲 讲 讲什么 请 想让你帮忙送信的事 你和你父亲果然是父女呢 不能换一换事情做吗 不不 请等一下 啊 我是希望二位 可以替我送信去明神岛 到天岭凤行的二少爷 连至先生那里 我父亲一直反对我们联络 想必在政治上 他对我的婚配对象 有更好的期许 可是我的心里 却只有脸智先生 在离岛 没有人可以违抗父亲的意思 而你们 又是难得的 想往明神岛去的异乡人 原来是有这样的苦衷啊 当然 与此相对的 我会全力帮助你们离开这里 请相 其实 只要你们还身在到妻 父亲就没有让你们离开离岛的意思 嗯嗯 这点我们也看出来了 安排那样的任务 肯定是想要拖住我们而已嘛 前些天 我偷偷听到父亲 和一位趾高气昂的女性谈话 她们在说的 似乎就是如何将一乡的旅者 禁锢在离岛的时 还是头一次见父亲 对将军之外的人如此恭敬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把安排你们出去的计划告诉你 刚好有一批货物 好了 我到关口那边等你 好了 我到关口那边等你 新的事 就拜托了 该出发了 行动计划敲定了吗 行动计划敲定了吗 顺着风的方向 等一下 这批货可是要送往海奇岛 大小姐 您怎么过来了 您说的没错 这批货是堪定奉行大人特意叮嘱过 务必完好的送到海奇岛的 不知小姐的意思是 那就没错了 家父不放心 刻意要我带上一位高手一同押运 大小姐亲自押送吗 这 这 还是不需要劳烦您同行了吧 而且这位 这位高手的身份也 请不要耽误时间了 我记得家父有催促过你们 迟到 也同样会受罚吧 小姐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 可唯独这位 怎么 你们知道家父的脾气 如果我的安全出了闪失 你们要受的责罚 恐怕不需要我降了吧 你们真的有百分百的把握 保护好我吗 千里小姐好拼 气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呢 好吧 小姐 非 非常荣幸可以与您随行 在下一定拼死护您周全 先知诚 你就真的答应了吗 既然是小姐的意思 做属下的就该竭尽所能才是 可是 问题不在这里 好了好了 那就赶快出发吧 这样磨磨蹭蹭的 是要给贼人准备动手的机会吗 好吧 出发 小姐请退后 让我们来 没你们出手的份啦 没你们出手的份啦 求饶吧 快 是魔物 准备攻击 不 你又先保护小姐 瞧我们的吧 你们好好待在千里身边 给我瞧好了 粉饭 总算完事了 终于 还是 请你 撤 对下选错了 走 我再看 你 不 你 你 不 我再看 你 不 我 终于 你 我 你 我 踏封 求老子 我走下 上一场 前面的村庄可以暂且歇息下 小姐 你的状态还好吧 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边是往明深岛的路 我在心里有血 让莲芝给你天令风行特批的 前到期的通行凭证 就当是谢礼 小姐 没想到真会如此 我就猜是会这样 辛之诚你却 不会的 小姐一定别有用意 对吧 还有 小姐你说的那个莲芝是 不避讳地说 是我的心上人 心上人 喂不是吧 辛之诚你难道 没 没什么 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做那种梦呢 二位不必担心 这件事还请二位先当做不知道 如果家父怪罪下来 我会一人承担 也只能如此了 都听您的小姐 可是千里小姐 如果真的被发现了可怎么办 没关系的 家父自我小时候便非常宠我 最多会罚我半日见识之类的而已 不必担心 原来那个老头子还有这样的一面 那好吧 请二位路上小心 我们有缘再见吧 嗯 再见 千里小姐 走啊 继续运货啊 愣着干什么呢 啊 这下终于自由了 是时候去找托马那个家伙了吧 记得是在 木漏茶室 阿姨